这是你们头脑中的几分编程设计和几分程无知 我下面要和你说的只是你们这次的文明创造 因为前六次文明的人类都丧失了 所以不会关系到你们 我们和伊洛因之间有一场很长的战争 包括伊洛因内部团体之间也是 因为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一遍又一遍在地球上创造人类 没什么真正意义 我们最后一场战争发生在五千年前的地表和地球轨道上 他们用强大的声波武器摧毁了我们的地底都市 而我们摧毁了他们许多地面和空间设施 你们人类观察到这场战争怀有极度的恐惧 他们将其书写到宗教神话中 由于他们尚不理解真正发生的事 伊洛因作为第六七次文明的神告诉他们这是一场正邪对抗的战争 他们是正面而我们是邪恶 而这只是基于某种视角 在他们到来地球并进化你们族类前 这是我们的行星 以我的观点 这是我们为自己行星的权力而战 以你们时间度量横4943年前 伊洛因出于不明原因再次离开了地球 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我们很多历史学家称之为胜利日 事实是 我们不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事 伊洛因走了一天又一天 带着他们的飞船 仰无踪迹地消失了 我们发现他们大多数地面设施 已被他们自己毁坏 于是人类走自己的路 你们的文明发展起来了 未来几个世纪里 我们许多人和你们族类某些部落 多数是南方的建立起接触 我们能够使他们中的一些相信 我们不是伊洛因想让他们相信的那样是邪恶的 从距今4900年到现在 许多其他外星种族来到地球 其中一些用就是教导 并在你们心智中编程 再次为你们扮演上帝的角色 但是伊洛因本身再没回来 他们离开这个星球为期几千年 所以我们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回来 结束他们的计划 或也许是熄灭他们的第七次繁殖 不过我们的确不知道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预先回答你的问题 你们今日的文明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起源 过去你们真实的世界和宇宙 而且你们对我们和我们的过去知之甚少 对邻近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也一无所知 只要你不理解和相信我的话语 我告诉你真相 因为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 你们足类就有危险 你们的敌人已经在这里了 而你们还不知道 睁大眼睛就会发现 你们很快将有大麻烦 如果你仍不相信我之前说过的任何事 那就记住这个吧 问你为什么认为我不相信你 答题我有种你不相信我的感觉 尽管我就坐在你面前 这两个小时里我告诉你的 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绝对事实 问此刻有多少只外星种族在地球上活动 答据我们所知有14族 11只从这个宇宙 两只从另一个气泡 还有一只非常先进 从一个非常不同的平原 plane来 别问我名字 因为对你们来说都无法发音 有八只甚至连我们也无法念得出来 大多数族类特别是先进的 只是把你们当作动物研究 对你我都不深威胁 我们和其中一些一道工作 但是有三只是敌意的 包括与你们某些政府接触 交换科技以换取铜矿和其他重要事物 从而出卖你们人类种族 在近73年间 其中两只有敌意的外星人进行着冷战 而第三只看上去 在这场无意的斗争中胜出了 我们预料不久的将来 在你们和他们之间 有场更火热的战争 我会说在未来 10-20年间 并且我们担忧其进展 上次有一些 关于第15只新族类 三至四年前来地球的传言 不过我们不知其意图 至今也没和他们建立起联系 也许传言是错的 问那几个敌对的外星种族想要什么 答 多种矿藏 包括为他们科技使用的铜 水或者说是水中的氢 是先进融合过程的能量来源 以及空气中的某些化学元素 此外 有两族对你们的身体感兴趣 血液和组织 因为他们自己的基因结构 在很差的进化和辐射中 据我们所知 造成缺陷 需要你们人类和动物完整无缺的系列 不断修复他们自己的基因 但他们无法真正修复缺陷 因为他们和你们的DNA并不完全匹配 我们族类的基因和他们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对我们没兴趣 并且试图在你们和他们之间 通过人工寿金和人造子宫 制造更多相容的杂交 我们预计未来战争将在这三只族类之间 你们自己之间 或你们与他们其一乃至全体之间为矿藏 青大气和DNA而进行的战争 问这是诱拐的原因吗 答部分是尤其当外星人取得你们精子和卵子样本时 有时候诱拐属于更先进的族类 他们只是想研究你们的身体和心智比起物理身体来 这是他们更感兴趣的地方 好比你们研究基本动物一样 像我说的 有三只外星人有敌意 这意味着他们不关心你们的命运或生命 被他们诱拐的人很少生还 如果有人能报告那样的事件 我的看法是他 他们遇到侵略性的外星种族 或者实在是太幸运而逃生了 高级友好的族类有时也取精卵 但出于其他原因 问你说现在地球上只有14种外星人 但为什么目击者描述的外星人 有那么多不同的诡异类型呢 答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像我说的 许多先进的外星种族 有比你甚至是我更先进的精神能力 只有一个种族完全没有这种能力 他们随时能出现在你的心智和记忆中 又发与他们长相完全无关的图像 你们把他们既做普通人类或小灰人 或甚至是极怪异的动物 因为他们想让你们记住这些 或者有时候令你们彻底忘记遭遇的记忆 另一个例子 你只记得在一家医院里 几个医生为你在做检查 没再发生什么其他事 也许直到你发现 肩上并没有医院时才会怀疑 而实际上你是在他们一个实验室中被检查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依赖头脑 他们以不同形态出现令你混淆 并且令记得事件的所谓的诱拐证人 或那些相信他们自己记忆的人 在公众中出丑 而他们成功了 相信我 只有14只在这个行星上 而线下只有8只诱拐人类 就我们所知 此外 不是每个被诱拐的事件都是真的 而且他们报告的外星人 有的只是想象或谎言 问 我们该怎么保护自己 抵御心智控制的影响呢 答 我不知道 我估计你们不能 因为你们的心智像一本打开的书 我所知的几乎每个族类都能进行读写 这是依洛因自己的部分罪迁 因为他们自己创造货物创造了 部分是有意图的你们的心智和意识 使之没有真正的保护机制 如果你们意识到 有人试图操纵你们的头脑 你们只能聚焦在猜疑上 并试着分析你们的每个思绪和记忆 很重要的是 别闭上眼睛 这会导向一个不同形式的脑波 使得介入更加容易 别坐下或躺下休息 如果前几分钟里 你保持清醒的话 你或许能试着过滤掉脑中 其他的思绪和波 要是几分钟内不成功 失诱者就会停止进行 因为这样会开始伤害他 他自己的大脑 这非常困难并有某种痛苦 会伤到你 所以别试着反抗 不过却又是你们唯一能做的可能性 你们只能和较弱的足力尝试 而不是较强的 问一只足类从一个非常不同的平原 plane 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答 在我向你正确解释之前 你必须能够理解宇宙 并且也许这对你的头脑 包括去除了某些障碍来说 交上几个星期也没有用 况且教导一词我指的并不全是言语词汇上的 我用了你们的词汇平原 plane或层面 level 又是你们的字典中没有合适的词 并且维度次元在这里是绝对错误的 即便用另一个气泡也是错误的 因为维度无法脱离平原 plane而存在 如果你们成为生活在另一个平原 或跨越平原生活的族类 而且如果你们能更进一步 不靠科技手段就进入平原 以至于你们的身体 不被已知物质形成的话 那么你们就会成为 所能想到的最有力量的生命 我提到的那只非常高级的族类 在这个世界以外发展 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化了数十亿年 他们能够紧靠念头就摧毁我们所有事物 我们有史以来只接触过他们三次 因为他们对你们行星的兴趣 不同于所有其他族类 他们对你我来说都是绝对无害的 问战争开始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答 这很难回答 这取决于敌族和他们的策略 战争并不总是你们人类 用其来表达的最基本的意思 战争可以在很多层面展开 一个可能性是他们通过影响政治领导人 破坏你们的社会系统 另一个是用能够导致地震 或火山爆发等灾难 包括天气灾害的先进武器系统 在你们看来还以为是自然造成的 刚才我提到溶解铜形成的特殊场 能够影响全球的天气 我想他们不会在人类文明衰弱之前 直接打击这个星球 即便你们有可能毁坏他们的飞行器 但不是很多 如我说 我们不能绝对确信 未来真的会有一场热战 我不想过多说这个 问 这是访问的结尾 你想不想最后再说点什么或是讯息 答 睁开眼睛看吧 别仅是相信你们错误的历史 或者你们的科学家和政客 他们中有一些人知道很多事情的真相 但是不向公众公开以避免混乱和惊恐 我想你们人类族类 不像我们族类中的一些人 认为的那么糟 遭到遗憾的看到你们的灭亡 这就是我能说的 以开放的眼睛心灵看这个世界 你们就能看到 或者还是看不到 因为你们族类是无知的 问 你认为有人会相信 这次访谈是真实的吗 答 不 但这是我社会学科的有趣实验 我会在几个月内再和你见面 到时候请你告诉我 当我的讯息公布出去以后 都发生了什么 第一次访谈结束 爬虫阻挡了Ii的Legit for Ii日期 2000年4月27日 前言 我再次重申一下文章绝对真实非虚构 我在2000年4月27日 与爬虫生物来赛塔第二次访谈过程中 用收录机录制了三卷原始录音带 因了斯塔要求 31页原始文稿中的问答经修订和缩减 一些问题部分浓缩或做了校正 但保证可以写取出讯息和重要性 访谈这部分中 没有完全提及或部分提及的 主要涉及个人事物 超常示范 爬虫族的社会系统 以及外星科技及物理 第二次会见日期和时间的变更 可能是公布第一份手稿后 出于我个人的观察和监督 尽管勒斯塔建议我保持身份隐秘 而我也做了所有尝试 可在文件公布后仅两天 各种不同的事件还是发生了 请别把我想成妄想狂 不过我相信访谈的公布 吸引了官方或某组织的注意 直到那时我还是认为 相信自己跟从理解了 该陈述的那些人只不过都是说笑者而已 不过自从一月的事件发生以来 我开始转变了看法 这开始于我家电话好几个小时的失灵 当恢复以后我打电话时 里面发出静静的回声 奇怪的敲击声和呼呼声 从表面上找不出什么毛病 整个晚上我电脑上的重要资料都从硬碟消失了 检测程序报告有缺陷词区 而极为奇怪的是涉及到的指示插图 和访谈的全部文字材料 这些缺陷词区还包括了我 实地研究的一种超自然现象材料 所信的是软叠中留有备份 此外 我纯偶然的在一个隐藏目录中 发现了一些隐藏资料 目录和资料名为172UJ 我一个电脑专家朋友 对这个名称毫不知晓 当我要给他看的时候 目录却消失了 一天晚上 我寓所的门大开着 电视也开着 而我绝对确定自己已经关上了电视 一辆有英国标志 和印有全欧超市连锁字样的小型货车 停在我房门前 我注意到有好几次这辆车 保持一定距离跟在我车后面 即使当我开到 65公里以外的某某小镇时也是如此 返回的时候 那辆车又一次在街对面出现了 我从没看到有人进出那辆车 敲他的门和有色车窗没任何回应 大约两周后 小货车消失了 当我向F本人谈起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建议我更改会面的日期和时间 以确保我和勒斯特的安全 访谈在2000年4月27日进行 在另一个隔离的地点 据我推定不会被观察到 再一次 所有这些听起来似乎都是古怪和妄想 像一部廉价科学 虚构电影里的幻想一样 不过 我只能再次重申并向读者保证 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参甲的真实的事情 信不信有你 这些事发生了 并且还会继续发生 直到一切都太晚前 我们的文明正处于危险中 再会 K2000年5月3日 访谈手稿缩减版本 日期2000年4月27日 问 当你读到这些宗教信 和充斥着仇恨的评论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我族类之间的关系 是那么完全否定的吗 答 如果我说我对此并不十分生气 你是不是很惊讶 我完全预料到这样的极端反应 对另一个族类全然否定的编程 特别是对爬虫族 被深深植入了你们每个人的个体意识里 这个古老的限定主干 由你们第三次闻名而来 并且从生物学上讲 作为一条讯息基因组一代 又一代遗传了下去 把我们族类鉴定为黑暗势力 是伊洛因 伊洛奇的最初意图 他们喜欢看到自己是光明的角色 而这又是自相矛盾的 因为人类种族自己对光明又是十分敏感 要是你们期盼我做些冒犯的事的话 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才恐怕要令你们失望了 这些隐匿的意图并不是你们的错 你们只是继承了祖先的大部分 真正有点而失望的是 你们中有很多人没发展出 特别强烈的自我良知 而这个本事能帮助你们跨越限制的 我之前说过 我们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和某些更原始的人类部落 直接接触过 这些部落成功打破了老的创造程序 他们能毫无压力 毫无憎恨或完全拒绝地同我们会面 显然你们现代文明中的很多个体 没有以他们自己的立场 而是被城市和宗教所左右 这也是古老的设计和伊洛因部分计划的体现 因此对这些评论 我会以消遣而不是愤怒来对待 这些只是很大程度的确信 我对你们固化了的思维模式的揣测 问 那么你们就不是邪恶的族类了 答 我该怎么回答好呢 你们的思绪依然建基于一个普遍化的 简单和完全不合一的设计之上 简要说好了 没有纯粹邪恶的族类 每只本性 外星种族都有善 恶的个体 即使你们也如此 但没有纯粹邪恶的族类这回事 这个观念真的是太过简单 你们的人民从远古时代 就相信你们被期望相信的 你们的创造者 为你们设定该相信的东西 每种非常文明的族类 也是更高度发展的群体 由大量的个体意识组成 至少意识的一部分是个体的 即便意识场是相互连接的 这些自给自足的灵魂 能够为其自由的决定善恶的生活方式 这是依照你们人类标准来说的 同样是仰赖个人观点 你们未必能够判断一个高度发展的族类 所谓是正还是邪 因为你们站在一个较低的视角 而在这种视角是不可能进行评估的 你们正 邪这两个简单的词语 概括了所有的趋向 而在我们的语言里 由个体行为对比社会规范之各种阴影 有许多种概念 甚至是那些对你们所谓 倾向于对立的外星种族 也不是邪恶的族类 即使他们形式对你们族类不尊重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并且并不是自己为邪恶 你们被构造的思维模式 更加线性和聚焦于他们是这样 因而也就表现为如此 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存在的态度 自然非常大 这取决于各自的思维模式 每个族类都设定自己的优先权 去区分善恶是非常原始的 因为任何族类的生存 都为很多事情力争 你们也是一样 哪怕是那些各种各样 最坏或最负面取向的事情 在这点上我不排斥我们族类也是这样 因为过去有些事件 我个人也是不赞成的 这些我不想在此详述 ner面放置 点声我应该是 Forest 教你 那边 老粉 洽